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智商高的人思维品质优良 学习能力强 容易在某个专业领域做出杰出成就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智商与遗传有较大关系 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为了提高智商 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做一个淡定 乐观 坚强 幽默的人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潜能 获得成功 好了 小朋友 听小故事 长大智慧 我们的精彩故事 马上就要开始了 高级智商 一点通 在特殊情况下 主动示弱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另一种大智慧的体现 在遇到突发性的事件之时 在极为不利的处境中 我们要学会冷静分析身边的各种条件 不能为乘一时之强而吃了大亏 卓别林 智斗强盗 卓别林 不但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喜剧大师 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有一天晚上 卓别林独自一个人回家 他的包里 装着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当他走到一片幽静的小树林时 意外发生了 一个强盗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用枪指着他的头 要抢他的钱 卓别林 吓了一跳 但他很快就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明白 面对强盗的枪口 梦然反抢 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要想脱身 只能智取 于是他马上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对强盗说 强盗一听 我把钱都交给你 强盗一听 我的钱都在这个包里 可以交给你 但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行不行 行不行 强盗一听 可以不动手 就能抢到钱 就答应了他 只要交给我钱 什么都好说 你说吧 帮什么忙 卓别林 不慌不忙的说 包里钱是不少 但这钱不是我的 是我老板的 如果你拿走了 老板一定会认为 是我把钱私吞了 所以 请你在我的帽子上打两枪 我好跟老板解释 强盗一听 绝在有道理就照做了 打完之后 卓别林还竖着包不放手 他又对强盗说 你在往我上衣上打两枪吧 这样 会更像被抢劫的样子 强盗又往卓别林的上衣上 打了两枪 卓别林 还是不肯拿出包来 又恳求强盗 你在往我裤腿上打两枪吧 这样老板就更不会怀疑我了 强盗有些不耐烦 但也照他说的去做了 但是 两枪只打响了一枪 原来 枪里没有子弹了 卓别林一看 时机已到 立即撒腿就跑 强盗看着转眼间消失在黑夜里的卓别林 这才醒悟过来 但一切都晚了 这件事要表现的不是卓别林的英勇顽强 宁死不屈 而是要表现他正确分析自己的处境 并迅速做出正确选择的智慧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主动示弱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另一种大智慧的体现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在遇到突发性的事件之时 在极为不利的处境中 我们要学会冷静分析身边的各种条件 不能为闯一时之强而吃了大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